中美洲国家萨尔瓦多去年和台湾歌席断交 宝岛的国际盟友只剩下17个国家 事实上这些盟友对大部分或一般的台湾人来说 是个陌生的朋友 所以台湾一名YouTube网红吴雨瑶 决定展开认识盟国冒险之旅 踏足这些显为人知的国土 从另一扇视窗一步一脚印了解盟友的风情 以一个旅游轻松的方式来带大家认识这些邦交国 那当社会大众对这些邦交国有了初步的想法 说怎么我们的邦交国竟然长这样 那我开启了一个门 那剩下的他们有兴趣 他们就会自己再去查资料 在基里巴斯吃槟榔 到斯威兰市找乌医 这就是25岁台湾网红旅游达人吴雨瑶的邦交国历险记 去年8月萨尔瓦多宣布和台湾断交 承认一中原则 这起外交地震深深震撼吴雨瑶 翻开世界地图 他才惊觉台湾友邦只剩下17个 而他叫得出名字的只有3个 看着友邦版图点点缩小 吴雨瑶决定为家园献一份力 计划他足南太平洋 南非再到拉丁美洲 一步一脚印探访这些默默支持台湾的国家 利用镜头叙说各地风情 是吴雨瑶的兴趣 而这一次他希望 台湾人能够透过视频加深对友邦的了解 甚至可以到当地旅游体验民情 吴雨瑶认为 这些国家或许领地小 人口少 但在国际组织却有发言权 唯有加深两国情谊相互认识 邦交国才能为台湾发声 让更多人体会台湾艰难的外交局势 我觉得邦交国对我们的意义很大 因为如果我们想要在国际组织当中 有发言权的话 就是这些国家的方式是一定要有的 所以我想说我们新的一代 年轻的一代必须要对这些邦交国有认识 在优管频道经营融融丽险记的吴雨瑶 每段旅游视频都能收获数以万计的点击 截至目前他已经走访土瓦鲁 所罗门群岛 马绍尔群岛等五个邦交国 而这个月他会继续探险 走访威地马拉 宏都拉斯和海地等国家 预计在九月前就能在梵蒂冈和帛琉 为这场意义非凡的邦交国历险记 画上据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